北海區跟高雄市政府合作 今天我們能夠在高雄最重要的地點 高雄火車站 再看到高雄火車站 經歷大家的努力和創新變化 我想很快就會給高雄市民 呈現一個完全不同的風貌 因為鐵路的因素 所以高雄市就會變成在前後翼就被分更 所以大家會認為後翼熬秧這個地方 好像是代表是比較落後 在前代表比較進步 其實現在我們高雄市鐵路地下化以後 就把這個城市紅紅 把它合起來 所以不管戰前後翼 我想帶整個高雄 我們重視它的發展 都是兩邊要一樣的進步 鐵路地下化 從左營火車站到鳳山火車站 大概是15.37公里 15.37公里 高雄市政府的規劃 它是一個綠色的南島 是高雄市的會 呼吸 是一個給市民生態 是一個非常好的樹 和小的河道 自行車道 高雄市民對這個 15.37公里的南島 充滿了期待 我們也是認為這是高雄人的美夢 我有責任讓這個美夢成真 所以今天是我當任高雄市長 第11年 大概是剩下最後一個月 明年就是我擔任市長12年 所以有很多的工程 我要求必須在我的任內 一定要完成 其中這個鐵路地下化很重要的能道 就是其中的一項之一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鐵工處 還有我們公務團隊等等 大家一起合作 能夠來把我們很重要的工程完成 可以看到民國47年 我們高雄市是全台灣第一個 有重化的城市 但是在60年後的同樣的地點 高雄市我們有71期的重化區 71期的重化區是我來動土 我們對這71期的重化區 配合未來的高雄火車站 這是江南高雄地標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所以當時在動土的那一天 我們來展現所有鐵路地下化以後的能道 我想很多市民朋友他們都非常感動 他們幾乎沒有辦法想像 在60年後鐵路地下化 然後這個地方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 那高雄市政府就是因為用土地重化 我們土地重化 讓這個城市不斷的創新進步 同時更重要 我們土地重化 我們高雄市政府是 一下是用公辦土地重化 由市政府的地震處 自己來執行重化 那公辦土地重化 跟施辦土地重化 其中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公辦土地重化以後 你所有重化的 應有的基本設施以外 包括道路、學校 這個重化是市民的土地 但是經由基本的公共設施 包括住商用地規劃以後 還有若干的體會地 我這個體會地 會帶來因為城市的轉變 重化以後 它的價值就會非常的高 但是公辦土地重化 就是把這所有的價值 給高雄市民共享 如果他是私辦 那就是私人的公私自己享有 所以高雄市政府追求這個社會 因為土地重化都市計畫以後 它所有的利益 應該是市民共享 這樣才符合公平 所以我們這個重化地區 高雄市經過一價值的努力 在我的任內 11塊12年 都是用公辦土地重化 平均地錢基金 在我任內 我們用土地重化的平均地錢基金 幾乎在意圖 在投注我們的公共建設 大概96億以上 將近百億 然後我們因為土地重化 想讓給我們的平均地錢基金 就是給市政府的超過176億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因為重化所帶來的利益 讓高雄更進步 讓高雄更美麗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 47年前的第一次的重化 到1960年以後 70億起的重化 它到這個城市 不斷的對變創新 很高興國家地理雜誌 能夠來拍攝 一個城市轉變的過程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一定非常有意義